你可以再多一个叙述 只是说后面的这个结果一样就是转型 OK,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输出结果 可以怎么写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改成这样 OK,计算结果 然后就是记得到这边可以把它转成 这个字串,再跟前面的串接 这样输出结果的话,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如果说,教会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如果说你不这样写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你不用串接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 一个文字,逗点 就是不用串接的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加总结果 你中间加逗点就好 又另外一个方法 那个逗点的好处就是什么 你执行的话,它就不是串接了 它是这样,这个输出 再换这个输出 中间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空白 它好像会多一个空白 逗点前面会多一个空白 大概就这样 这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要 因为你如果每次要转型很不方便的话 那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换个变化 就这一题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偶数的加总 或者基数的加总是多少 基数、偶数、加总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 把什么呢 就是当它是基数的时候 我把它累加强 当它是偶数的时候 我把它加强 所以当然第一个啦 如果我今天要判 所以这边可能有至少两种以上的写法 那第一种写法之后 你在回圈里面 加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说这个I的词 它如果能够被什么 被二诊除的话 如果被二诊除 那就是偶数嘛 反之就是基数了 所以这个地方写在哪里 第一个 请你写在for的下一行 下一行一定是一个戳牌的状态 意思是在它这个回圈里面做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冒号也有个冒号 做 所以度啦 OK 度什么是 就是在底下 那如果 所以一辅 一辅什么呢 一辅I这个词 能够被二给诊除的话 那能够被诊除 还有意义上 其实在第二个单约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算数运算值的这个表 那有没有 之前有跟各位讲过说 如果你要什么呢 取得余数的话 那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有没有 32%5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写成说 如果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那就是什么 所谓的偶数 所以你可以写这样 百分比 能够被多少 被二整除的话 等于等于零的话 有没有 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我 除以二之后的余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零的话 所以这个中文意思 白话意思是这样 如果能够被二 如果除以二之后的余数 等于零的话 那我就加一个冒号 做什么事 那反之的话呢 做什么事 所以这边的话 再可以加一个L 有没有冒号 做什么事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如果用刚刚的这个逻辑的话 可以怎么 一个是奇数 一个是偶数 所以一个变数不够用 所以怎么办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考虑 上面再加一个变数 一个是叫上A好了 A也就是奇数 上B的话呢 也许就是偶数 所以多一个 一个A一个B好了 或者1一个2也可以 反正就是 就是再增加一个变数 不然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一个变数去 做两个判断 OK 所以怎么办 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它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 这个 如果被整 应该偶数吧 所以这个是偶数 偶数的话是上B 上B等于上B 加上I 那反之的话就是什么 不能够被整除的 不能够被整除 那就奇数 那就是什么 上A等于上A 加I 所以有点像什么 那个一个 什么呢 一个过滤器 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 你如果你可以整除 你就走左边 不能就走右边 有没有 就类似像这样 当然未来 甚至如果你有更复杂的逻辑 也可以把它写在Fore线里面 有没有 好像跑完之后 哪边该走哪边 就自动就分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蛮好用的 有点像 在把资料按照 它应该放的位置 让它放到应该去的地方 有没有 所以大数据分析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处理 所以重点就是跑个回圈 里面有逻辑判断 将来蛮多地方都会写成类似长得像这样 所以以后你把它熟悉之后就照着写就OK 这样的话输出的话 我们就可以了 底下就是什么 激素的部分 激素总和 所以这边的话 是激素 另外的话就是偶素部分 激素 总和就是SumA 所以我就这个地方 SumA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SumB SumB的话 我一样把这个复制好了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 改个偶数就可以了 OK SumB 然后这边把它改个偶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OK 好 执行看看 执行 OK 基数应该2500 2450 大概是这样 OK 这个是方法一 其实还有一个所谓的方法二 OK 只是说方法二怎么写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 我在云端上也有放 所以刚刚的写法是SumB SumB 这个是刚刚写的方法一 那如果方法二的话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 本来一到一百 这个到一百停下来 后面其实还可以多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 Step Step就是间隔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是13579 一直到99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加一个豆点2 这样也可以哦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话 那就是 得到的应该是什么 得到就是基数了 有没有 一开始嘛 对不对 如果偶数的话呢 就从2开始 一样停下来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100了 其实不过你输了100 结果应该也到98 OK 因为所以这个地方 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样 Step 所以 2680 一直到98 停下来 所以2到98的加总 OK 那就上B 所以 这两个方法 其实都可以 但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看起来好像 其实好像都差不多啦 OK 不过一般习惯写 还是写这种方法 因为 反正就一次就一个回圈 就解决两件事情 那这个的话 变成要跑两个回圈 所以速度上跑起来 应该这个会稍微快一点点 因为反正一直跑一直跑 OK 不用再跑两次了 不过应该 以现在电脑的速度来看 完全感觉不出来 因为误差值可能是在千万分之一秒吧 所以 电脑都太快了 所以 管你怎么写 反正写的正确 写的出来就好了 OK 画面在环底 各位试一下 所以试试看 把刚刚的部分 稍微再做改写 就是分别计算那个 奇数跟偶数的 这种计算方法 那我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那个 除以2的余数 除以2就percent 百分比 的余数如果等于0 意思是它能够被2整出的话 这个叙数很重要 因为将来蛮多地方 都会用类似的方法 在取得你要的资料 另外一个是用step 间隔 两个方法都可以 那看你比较习惯哪个方法 至少说你要都知道 将来的话 你可以选择用哪一个方法写 会相对比较简单